对比《三国演义》所有的这些领导者 司马懿无疑来说结局他是最好的 他带兵打仗不输诸葛亮 把魏国的江山保住了 然后呢又完整地把他交到了自己的儿子 司马师司马昭的手里 一直到自己孙子司马炎西信的时候称帝 被追封了高祖宣皇帝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 司马懿作为魏国的权臣呢 虽然没在自己在世的时候称帝 但是他也成功地把握了魏国的实权 为他的子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说他是《三国演义》里边创业最成功的打工人 那是一点不为过 那司马懿究竟是怎么做到 在这个多疑的曹操手底下当差 还能够一点一点地取得信任 把实权握在自己手里呢 但一开始司马懿和这个曹操不太对付 因为曹操觉得司马懿你这个人啊 说他是英式狼固 先时太祖五皇帝常对臣言 司马懿英式狼固不可负义兵权 久必为国家之大祸 此人不可不除 这什么叫英式狼固啊 咱们都知道这老鹰几千米的高空在那飞 上百米上千米的是吧 他在天上飞能看见地上有个兔子在那跑 这叫英式 就是说司马懿看人眼光锐利独到 狼固这个词就很了 咱们常说瞻前顾后 往前看叫瞻 高瞻原主这都往前看 往后看那叫顾 怎么是狼固呢 狼你看他在野外觅食的时候 他是深度往前跑啊 但他时不时的还得回头看点身后 老是拗头往回看 但他往前跑这速度可一点不减 这就叫狼固 这就说司马懿这个人 杀伐果爵还小心谨慎 平时来说说这英式狼固 可能还是个包一词 但这话能让曹操用来形容一个下属 这话可就有点让人家后背发凉 毕竟是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汗睡 曹操在临死之前 都没忘了交代曹丕 说你离司马懿远点 你别跟他走太近 不然说这丝狼子野心 早晚会干预咱们家里之事 司马懿远点 司马懿是个天下七彩 你必须用他 没有他辅助你 你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但是你要记住 永远要防着他 人牢记 永远牢记 儿臣永远牢记 所以司马懿 在曹丕当政的时候 一直小心谨慎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直到曹丕死了以后 曹瑞继位了 司马懿才最终 终于又迎来了 职场的一个高光 说起来吧 这曹瑞也是倒霉 他登基的时候呢 蜀国势头正强 短短六年时间 诸葛亮起兵数十万呢 先后发动了五次 针对曹魏的北伐战争 一路正是势如破竹 起奏陛下 边关急报 诸葛亮率领大军 三十余万出师汉中 令赵云邓之为 前部先锋 引兵犯境 一时间 这个魏国内部人心惶惶 曹瑞一看 不得不再次启用司马懿啊 确实人家有能耐 曹瑞和族剧 作患者 为司马懿一人而已